之前我受到一間廣告公司的邀請 去幫他們的產品在我頻道上賣廣告 雖然最後這個合作因種種原因都沒有發生 但被我了解到用什麼方式 什麼渠道的Marketing會影響該品牌日日給人的印象 用Youtuber一定是想走親民路線 聰明啊 陳偉廷拍了大約40多秒的Chanel廣告片 得過大量香港人的批評 網上留言主要是笑他的英文差 When I was 17 years old, I participated in a singing contest 其實香港網民笑藝人英文差都不是第一次的事 而作為一個香港長大的男生 陳偉廷他的英文其實不算真的那麼差 我發現這麼多年來香港人 in general都不是太喜歡陳偉廷 為什麼呢? 大量留言說是英文 或者廣告裡面他的笑樣 我其實是覺得是沒有關係的 甚至跟陳偉廷個人presentation都是沒有關係的 有關係的 是開頭我說的Marketing 大家好,又是我暗網仔 一起去陳偉廷看一看 多年來陳偉廷在高登等網站 都是被當為攻擊目標 由2003年參加新秀的片段 有被網民黑之外 2008年首張個人單曲Taxi 令他被當時網民封了個為的士陳的花名 但要數到最多人知道的陳偉廷惡搞事件 一定要提及 而我不知道陳偉廷是誰了 這段網上世界的金句來自2009年12月蘋果訪問黃曉明 有關跟Angela baby拍拖 當時他輕輕說了一句 不可能 我沒有這麼大美力吧 而我不知道陳偉廷是誰 之後網民就用這句話去恥笑陳偉廷 就是說他知名度低 你坐在那前面 直至2014年陳偉廷憑劇集《古劍奇談》的大師兄一個角色 在內地走紅 一時之間 微博粉絲多了600萬人 雖然說現在陳偉廷在內地是一線的小生 但香港人今時今日仍然不認同他的成就 那為什麼內地的市場就有180度的不同呢 要解釋這個問題 先要了解香港和內地市場的分別 香港的娛樂圈和追星文化 他的頂峰的時期一定是80至90年代 偶像青靚白淨的小生 一定在那個年代當道 無論歌曲還是時裝都是跟著日本風去走 過了一段時間之後 風格慢慢喜歡成熟 但內地現在其實跟那個年代的香港是一模一樣 因為受到韓風的影響 所以小鮮肉這個 term就非常當道 而在陳偉廷的case 他出到時正正是香港人不再流行那個 Bad Boy 或者小鮮肉的交接為止 如果用基本Marketing去解釋 可以用一個叫Positioning and Targeting的概念去解釋 Position的三大元素來自於 Differentiation from your competitors What do you offer and what do you do 用這三點分析陳偉廷 What do you do 是最容易解釋他是一個唱跳的歌手 他跟市場上其他競爭者有什麼分別 當時可能因為已經有太多這一類型的男生 在這個市場上成功過 而如果那些男生跟他同一間公司成績比較會更加明顯 這個問題引致到最後一點 What do you offer 如果這個artist 或者產品在市場上沒有一個明顯的貢獻 很多時候都會被市場埋沒 甚至被市場討厭 概念上明 Demographic Segmentation 的理論其實可以解釋 William在內地為什麼會這麼受歡迎 性別 女人都是擁有購買肉和購買權的那個人 年齡 年輕一點的人 I.E. 少女 是肯去出錢和有多餘錢去買這件事 而收入就是第三個point 就是年輕一點的人是有多些多餘錢去做這件事 其實現在的內地受外國文化的rap specifically是影響力非常之大 我現在都不舒適 我現在都不舒適 我這個樣子自己不太 我怕得我是你不太 這次chanel的ad campaign 是為了推廣他1999年出 名chanel J12的unisex 錶 他整個系列的目的是用錶去記錄人生的重要時刻 chanel的youtube頻道 看到他找了九個女士和一位男士去拍這個campaign的個別影片 當中華人代表除了陳偉廷之外 也有中國名模 劉敏 兩者都是英文不太聰明的 We all need enough sleep 但是只有William他的影片是得到大量的負評 更加被chanel他的頻道刪除 但其實我想表達一個陰謀論 What if chanel 根本就是知道陳偉廷在香港會有這樣的效果 所以為了製造多些 noise 特意請他來拍這個廣告 並用最能夠表達到這個效果的鏡頭去拍 What if 英王由始至終都是知道陳偉廷在香港這個market會有這樣的效果 所以特意這樣的姿態去捧他出道 用No press is bad press這個理論 去令他成為網絡窮人 之後... Woohoo! 英王好啊! 我就是暗網仔啦 咳咳咳 我也很喜歡表演 我知道你們也跟很多youtuber合作 我這條影片絕對對陳偉廷沒有任何惡意的 那如果大家想找個合作 大家是非常之非常之歡迎的 還有各位陳偉廷你們的粉絲 我真的喜歡他的 我不是欺負他 我只是說說寫個彰謊而已 所以你們就不要這樣 不要公佈我 如果你們是粉絲的話 好的 那我們下次在暗網 或者其他網上奇怪的地方 或者很有趣的網上 我們再見啦 I'm on the air Peace out啦 Bye Peace